各位好,我是彭卉鑫 港股在星期一的走勢就非常差 在早段時間來說,雖然曾經跌過兩百多點之後 反彈過,曾經的市場也有跌轉升 但是升的動作似乎是來得很急之緣 也沒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基礎去支持 整個港股下跌下來 主要的原因都跟新冠的變種病毒Omicron有關 市場都比較擔心這個新的變種 可能會在環球經濟上有一個比較大的不利因素 大家都原本一直在等一個通關 大家一直在等著,現在疫情慢慢減退的時間 突然之間來一個非洲的變種病毒 都令大家對後市或未來的經濟前景 都產生一個不確定性 也因這個因素,美股在上星期急跌完之後 在亞洲區的時段來説,導指的期貨也在下跌 最終來説,恒指雖然在收市時間只跌了228點 亦都在收市的時間來説,跌的幅度是收窄到不夠1% 收在23852點 見到成交亦是多了,去到1445億 我們亦看回,今次來説恒指 由之前的一個高位25746點 跌下來,不單止是無法站穩在布里加通道的底部 甚至在上星期跌穿布里加通道底部之後 亦都看到RSI亦都向下跌穿了30 整個通道的垂直高度在擴闊底下 令指數跌到10月5日低位23681點的水平附近 雖然現在來説,未曾經跌穿23681點 但是我們看回,之前一直都在寄望著 所謂出現一個頭堅底的形態 可能會反映了市場 是有機會逐步在10月5日見底 但是取著這個新的變種病毒 可能會令到大家對經濟前景有個不確定性 都令到整個港股沒有辦法出到一個頭堅底的走勢之外 亦都會再試一下這個10月的低位 因為這個10月低位一旦最終跌穿的話 整個港股形態上會失手 整個由去年3月份開始 2萬1千多點的水平反彈上來 整個升浪計算61.8%的回調失手 整個下跌的形態是會 所以再一步將指數推回到2020年3月份的低位附近 所以我想現在投資者都相對要比較審慎 因為看回無論是那個技術形態也好 甚至基本因素包括看到很多科技類股份 在出賣業績之後 大行都紛紛將他們的目標價向下調 再加上澳門方面 亦都見到澳門相關的一些股份 但是投資者都受著內地方面正式對於一些叫中介人的活動 是出一些叫做新的檢控 可能都會令到大家來說 在短期裏面對一個行指後試都產生一個不確定性 對於行指在短線裏面向下進一步下跌的風險 其實都相對比較大的 投資者在短期裏面可能都繼續要小心 不可以指數在短期裏面 跌到10月的低位附近 就隨即走出來去鬧火 因為始終現在的投資風險 不單止是美國收水 接下來的加息時間表也都比較清晰 再加上變種病毒 還有內地方面的政策的風險 亦都是不可忽視 所以投資者可能在短期裏面 要選股份去做一些部署的時間 可能都需要選一些 可能沒有受到政策影響的 比如一些中資的基建類股份 或者去看一些公用相關的股份 會比較合當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